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埃及地领出来 都述说与他岳父听 耶特罗虽是外邦人 却因此敬拜这位独一真神 他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我现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并向神献上凡记和平安记 圣经中记载到关于耶特罗的篇幅并不长 但他的柔软与谦和并对神的敬畏 在埃及人和以色列百姓当中都显出强烈的对照 并因此能够献策与摩西 拣选百姓 分层授权做各级首领 为摩西分担 管理 教导 判断百姓纷争的职责 在这里不仅看到为主做见证 和依敬拜的榜样 更带出肢体连结与首 同心侍奉的果效 我们所做的见证是不自满 不将荣耀据为己有 身之神向我们施行的拯救和神迹 为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 单单述说神已成就的事 如同摩西明白神托付他 所带出的以色列名 乃是属于耶和华神的 而他愿意顺服忠心 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神也亲自预备听者 有一颗柔软 敬畏 并能听的心 建立合一的敬拜赞美 而耶特罗与摩西之间的来往 正如一幅同心侍奉的写照 在《以弗所书》当中谈到 凡是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和而为一的心 岳父与女婿之间 超越尊卑掌幼的关系之上 彼此予以敬重和虚心受教 与神同工 要兼顾出埃及进入旷野的 以色列百姓 能跟随异象及属灵的成长 弟兄姐妹 你是否时常纪念神的作为 若不时常纪念 我们便容易遗忘 也逐渐落入骄傲 自私的危险中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能效法摩西和耶特罗 在神面前彼此顺服成全 作为神的仆人 实现与圣灵美好的配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下话语 我们愿意晓得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我们的心要敬畏 并纪念你的作为 要知道你是神 我们愿述说你的荣耀 传扬你的大能 因你逼在外邦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你 求告你的名 求你使我们得着你的救恩 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